好 帶您關心在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今天是新國會開議第一天 也是立法院長韓國瑜第一次來主持院會 那馬上來帶您看一下在立院會場最新狀況 也因此我們對於中國國民黨黨團 一開始所提出希望進行食安專報 這樣子的方向我們是同意而且支持的 只不過我們昨天在黨團協商的時候 也善意的提出了一項提議 我們希望當社會期待新國會有新氣象 能夠對於行政團隊的施政好好的監督 不要去影響本來應該針對行政團隊 我們所排定的日程之外 希望能夠透過明天加開院會的方式 來處理大家所關心的食安問題 而行政院院長陳建仁也表示了 他非常樂意跟全體國人 針對過去這八年食安的狀況提出報告 我相信新的國會針對這件事情 如果能夠達成共識的話 應該是邁出健康的第一步 也盡請在場民進黨以及中國國民黨 能夠盡語支持 謝謝 謝謝 好可以聽到稍早 其實黃國昌就是針對說 週三要來加開院會 讓陳建仁來進行食安專報的部分 來跟大家報告 因為其實今天國會雖然才剛開議 不過藍綠白已經上演了這個議程變更大戰 尤其一早六點多 國民黨的立委吳宗憲是直接搶先排第一個 就是要變更議程 他呢就是希望說今天讓陳建仁先進行食安專報 那週五的時候再進行總質詢還有施政報告 其實言下之意就是有一點要杯葛陳建仁 今天不讓他上台進行施政報告 不過呢黃國昌也隨後也提案說 希望按照原本的提案就是二五還是讓這個 陳建仁進行施政報告並且總質詢 那週三是加開院會 原本藍綠白是僵持不下 沒有想到在八點五十分的時候 這個國民黨團是直接轉這個轉了風向 是希望說能夠來支持民眾黨的提案 那現在藍綠白合作之下呢 可以說是二五召開這個 這個施政總質詢 那週三加開院會是已經成了定局 以上就在現場掌握到的最新狀況